就是说玄学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去外面住人的时候 他们看上师父那个书 问我玄学是什么意思 我就解释不太清楚 玄是什么意思 玄是忽有忽无 事有事无 玄有点像中国人讲的禅 听得懂吗 玄就是什么意思 玄就是说这个事情 你飘忽不定 看不清楚 看不准 拿不准 这个事情事有事无 好像又相信又不能不相信 像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玄学 比方说你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你相信它的存在 这也叫玄学 我问你 你算命算不算玄学 对不对 你相信命的人 他就是玄学 不相信命的人他不是玄学 比方说命相 你比方说中医来讲 你连耳朵上有一两根这种线 人家都知道你的心脏不好 对不对 但是这问题 这是连西医都相信的 西医都说耳朵上有一两根纹的人 心脏不好 那么像这种 你算不算玄学呢 你又不能说得到科学家的什么凭证 那只能归类到玄学上面 比方说中国人讲的风水 现在我们国家认为 它是非物质遗产 对不对 那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遗产 也是属于一种物质 非物质的一种遗产 所以这些东西 是有事无 实际上都是很玄的 就是看不清楚 摸不准 吃不准 就像人的感情一样 你不能控制它的 就是玄 哎呦 这个事情怎么这么玄呢 为什么 哎呦 差一点点成功 差一点点不成功 听得懂了吗 好听师父讲啊 否则人家因为你三不知 你还度人呐 不要被人家度去就蛮好了 很多人讲起来一套套的 你跟他去度他 过一会儿他把你度走了 啊 啊 再一次 翻拳 再一次 再一次 轻力 连击 十五分阅 终一端 一次 一 晴 婶